本节目由引领全球氢燃料技术发展的现代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引领全球氢燃料技术发展 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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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波对你来说 太无聊了一点点 稍微有点慢啊 太慢了 感觉出来了 你在空中怎么跳的呀 你要利用这个板子弹性 哎怎么在你手里那么软 对你的板子好软 您要试一下了 我想哎 是我们的板都差不多的吗 其实 不是是老师手劲大 其实在这个平坡上 我们管这个叫 Ground trick Ground trick就是平地技巧 国内咱们管这个叫平花 嗯 我们真正的项目有half pipe 这也是我的主项 就是跳起来转下去吧 对真的要飞很高的飞六米七米这样 哦 哇 大家对滑雪有什么感觉 好喜欢 感觉就是 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老师 叫蔡雪童老师 他就是滑板 他他滑起来的时候飞起来的时候 感觉整整座山都是他的 然后我就感觉我尖叫起来 整座山也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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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尖叫的方式不一样 我记得前几天看蔡雪童 又在美国拿了一个世界杯冠军 哇 他的尖叫是那种 我是王者 我相信大家经过昨天的一些滑雪的出体验 大家已经爱上冰雪运动了 对不对 对的 其实在东北呢 一下分雪之后 哇 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 对对对 就是我们那边 每个冬天葫芦结冰 上面有那种小推车 两个小冰刀 一个方形小推车里面的坐着 那俩次打 都已经打 当时玩的不亦乐乎 其实很多冰雪运动的比赛 甚至冬奥会 都是从这些玩耍的 游乐项目演变而来的 做一些热身运动 好 现在我宣布一下 咱们这个雪惨禅比赛的游戏规则 热雪浪小队选好各自的赛道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成员们各自坐在雪惨上面 用你们最大的速度冲向终点 如果在中途翻惨的话 将要带着雪惨回到起点 重新出发 哇 最后一名将会接受非常残酷的惩罚 反正惩罚还是好的 这个肯定是好的事 最后一名 那你就要最后吧 好吧张亚元 如果是让你把这 让你打这个把这雪惨一遍 翻一遍 没事那家元要不你去接受惩罚吧 今天这个不滑雪板滑铲餐 我们要不一起上去 好一起上一起上 那吧 给你们讲座的位置啊 一定不能靠前座 靠后 要靠后座一点 靠后座 靠后座 靠后座一点 扒着地 啊 哇 哇 好像鸡鹅 好搞笑哦 哈哈哈 啊 鸡鹅 哇 哇 队员们 准备出发了 走 喂 喂 哇 啊 啊哈哈 啊 啊 啊 直接摸摸了 快加油加油加油往前衝 快加油 耶 啊 啊我们第一名产生了 耶 啊 我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啊我们第二名也产生了 第三名是倒车入库 这游戏重点就是稳住千万别摔 远哥其实滑的挺好的 对啊你滑的很好 对远哥一脸难受 啊早点摔还好快到的时候摔真的难受 我就摔在这 刚才算是测试晒测试晒 哎呀咱们再来一场正式晒 对 得到第一就嗯可以炫耀一下 他们说嗯 刚才那一把玩的还不错 大家正式比赛 像我就想哦 可能这一次的运气就不是那么的好了 得到第一 这一次呢我们会更严格一点看我手中的牌了吗 啊警告 好 发下 哦 哦 咱们在上面往下滑行的时候 双腿不能触地 哦 哦 那大家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走 我真的完全用脚爬 哎呦我喜欢雪 给大家各就各位 快 走啊 表不能触地啊 左侧翻车 中了 哎哎哎 他不动了怎么办 小心留意小心 留意小心 交流 我是第一 我是第一名 实力碾压 哇李温太厉害了 加油加油 你看你知道刚刚 到那个地方过不来有多绝望吗 哎 这打斗都用的这块 还有还有三米还有三米快快快快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江家元 嘿嘿 他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自己像个冰湖一样 哈哈哈哈 现在我来公布 产餐比赛的最终结果 好那第一名 是林默 恭喜他 第二名是刘雨 第三名是刘章 第四名是柏远 啊最后一名 张家元 恭喜他恭喜他恭喜他 恭喜他恭喜他 然后现在我来发布一下咱们这个任务啊 热血浪小队 同一起点同时出发前往一片 决定你们到达的名次非常重要 将会对争夺无限坚韧之杯 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张宏老师会在终点等你们 哇 刚刚优胜的四位成员可以领取你们的自行车了 哇 我想要这个颜色 哎我要红色 我要红色 我要黄色 我的衣服是一套一套的颜色 哦谢谢 哇这单车也太帅了吧 天呐 哎呀 最后一名惩罚的交通工具上 哇 很帅很帅很帅 哎很复古哎这个车好好看啊 这个怎么在雪里边走 骑一下骑一下 哎对 这怎么骑下这个 哈哈好骑吗 不好骑呀当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啊这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 但是迎接挑担士气不能少 咱们得时刻保持奥运精神好吧 好 永不放弃 好 张宏老师 卡着自己车跑过去 对我卡着自己车跑过去 加油啊张宏老师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热血浪小队 走 走 哇牛哎 哎有牛哎右边 奶牛 他长得好可爱 张鸟园真是舒服了 我来了追上来 大家要跟上二八 啊 张鸟啊 我这个还在音效呢 你们都没有 大的大的大的 很有节奏的 啊 我这体力是真的不够了呀 啊 得干净补充一点能量 才能像nex那样 冲一会儿精就能跑到老远了 走 哈喽 二八大杠 加油二八大杠 我们来了 上坡啊 上坡很难啊 啊 你看我这个还好像坏的还是 是我觉得卡在哪里 对 我来修刷车吧 还是 看这个闸的问题 这个闸 刹车是吧 对刹车 泡毛了 骑不了了 没事我走吧 来吧 公管了我走了 我走也得走到的地方 我可以我可以我直接推走去了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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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刹车要注意哦 你骑中间 你骑慢一点 我问大家陪着二八 我问大家陪着二八 当时那一时你才感觉挺有爱的 我听他们也听 我拆他们在旁边帮拆 输了比赛 赢了人心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 大家身上非常可贵的拼搏奋进 勇于探索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做主 你们一起获得胜利 耶 耶 赵鱼哥 今天真的挺开心的 平时工作太忙了 都没有时间感受这大时间啊 是啊 你看这空气环境还挺不错的 保护环境就得从我们身边做起 我们的热血领堂园 现代氢燃料电池车 Nexo就是采用终极环保燃料 行驶过程中 不会排放任何有害气体 诶 这里还有一台水 这是什么 是的 这个就是更神奇的地方 Nexo启动后 就只会生产水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这么简单 这么神奇 好环保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去 接受下一项叫雪椒的挑战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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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们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我们即将比赛的场景 好 今天我们即将装夺坚韧之杯 因为老师要加入你们的其中一座 哦 我来作为裁判 所有百分之百的 对于你们的绝胜权 老师哪块酸吧老师 老师哪块酸吧老师 那个不支持贿赂啊 好了 本次考验大家的运动项目是 雪橇 哇 雪橇作为冬季奥运会七个大象中的一项 充满了速度与激情 是一项十分极具挑战性的项目 在指定范围的雪地上 雪橇摆放在指定旗点 舵手坐在雪橇内 向导在前方拉起绳子 制动员在后方负责推动雪橇 哨声响起后 两组同时出发 绕过远处的旗帜 回到起点 裁判记录整组过起点线的用时 共三轮 成员可组内调整各自身份 最终三轮用时相加 用时最少的小组合胜 你们可以自由分组 包括一位老师 那黑白配吧 配吧 来啊 黑白配 那里手背 手背 我们三个一组 直接出来两球 对 可以 下面请你每个组起一个名字 那我们就叫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 我们三军吧少年 平衡在家作战 这才是我们的模样 不仅仅有名字 还有对格 我们呢 我们这一组叫冠军组 燃烧吧青春 冠军组 认真地去对待比赛 公平公正公开 就像我们马上要看展的奥运会一样 好 到你们的起点 准备出发 好 走 燃烧吧青春 我们现在要商讨战术了 我是那个推的人 那老师你推吧 要不你力气比我大应该 现在我们可以每种试验一次 加油 张佳远 加油 加油 好快 哇 张佳远好猛啊 张佳远好厉害 哇 张佳远 张佳远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佳远 神奇的男人 我们的热身训练已经结束 请我们的各位选手 回到起跑线 好 我先拉 你先休息一会儿 你只要稳住就行 但你这样我不好扶你 你还是得做直 好 各级各位 好 预备 预备 哇 走 哇 走不过 哇 哇 张一薇好快啊 哎哎哎哎 慢一点点速 慢慢慢 哎哎哎 哎哎 哎哎哎哎 啊 倒了倒了倒了 倒了倒了倒了 他们又倒了 哈哈 快跑啊 还好换人 我推我推 快进快换 快快快 走 走 走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走 加速 哎 来来来 换 现在我们看到啊 冠军队已经瞬间冲在前面 走 加油走 张一薇已经放弃了比赛 好 现在冠军队已经换成最后一棒接一队 可以拉 来 走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走 加油 好 好 走 走走走 看到我们冠军队已经即将冲过终点线 崖尔兰兽 加油 好 很好 樊盛 在马上和学场上 完成比赛的时候的感受了 因为现在我们目前处于高原 所以在比平原的时候 运动会更加的消耗我们的体能 好累 一位老师 你怎么一点也没有 世界冠军的样子呢 一位老师明显就惶你们 他第一轮测试的时候 跑得非常慢 站站也好猛 张飞好厉害 然后说一正式比赛的时候 就冲了出去 跑 跑不过 张一薇好快 这就要做大赛经验 不懂了吧 热血旅途裂风冲浪 恭喜冠军队 获得了本次雪橇竞赛的胜利 恭喜 但是我们输的队伍也不要灰心 我们下一次再接再厉 好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颁上我们的无限坚韧之杯的奖杯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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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今天我很荣幸由我来颁发这个奖杯 恭喜冠军队获胜 我很感动 带着这种运动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可以把这一份热情带到南方 希望这一份热情可以媲美南方的太阳的热度 冰雪运动真的是太难了 运动员为国争光一定是千锤百炼 他们都是好样的 真的就是打心底里的佩服尊重 咱们最重要的仪式 北冰南斩 北冰南斩 dance 阿泵 哎开了开了兄弟们 开了哇 开灶 开你造兄弟们 下点肉吧 好爽啊 感谢热雪浪这个体验真的很神奇 就是最痛苦的不是我们 是我们前面站了一排摄影老师 我真的尊重你们好吗 就真的尊重 尊重 老师们尝一下 没用过 尝一下 怎么样 还有哪位老师吃 老师尝一口吧 辣的不辣的 辣的 谢谢 怎么样我们煮的还不错 煮个火锅 在它煮的时候我们来聊点事吧 好 拿了这个煎一只杯之后呢 想问大家 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刻是 觉得比较困难 或者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的 一位老师 职业生涯当中遇到哪些挫折吗 我的吗 嗯 嗯 其实我最大的挫折有两次 嗯 第一次呢 就是我在特别巅峰的时期 发生了一次意外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把膝盖扭断了 啊 连接整个搬运板的地方都断掉了 那基本上站在这儿 啊 然后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很难的 就是坚持康复训练 然后又重新回到赛场上 然后又重新回到巅峰 哇 大家都知道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Triple Quirk的人 然后我想用那个Triple Quirk呢 拿到这个冬奥的金牌 但那时候呢 就第二次把我的右脚踝甩断了 啊 啊 所以说我真的没办法再去冲击奖牌或冲击金牌 所以说那时候还是很沮丧的 但是 生活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当你遇到挫折 你就要有勇气 你要坚韧去继续往前走 Move on 给一位老师掌声 给你夹块幼翅 谢谢 夹块幼翅 哎绕开了 多吃点给自己补一补 知道不 还有谁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我挺有坚韧的 你说 就是印图湾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 我也是经过了很多人的不少的质疑 但我觉得我不应该放弃 我反而是应该去征服更多不认同我的人 这样才是一个男子汉该该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一点点让他们认可我 一点点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 让让他们以我为为荣 我觉得能把一个东西坚持很久很久很久的人 就是坚毅 反正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那么一点坚持的在 要不然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说吧 你说 我不是从小学中国舞吗 然后我就考到了舞蹈界的最高学府 北京舞蹈学院 我就在那个学校和老师商讨了很久 嗯 因为进入舞蹈学院之后 要学习很强度的一些排练呀 包括跳跃什么的 其实当时我的手已经不能再做很强的支撑了 啊 我就说 就此放弃舞蹈了 然后老师说 不是 如果你不在这所学校学习 难道你就放弃舞蹈了 你就没有地方再让你跳舞了 他就一直这样跟我说 然后当时就达成统一的意见 我说 我去从事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 一定保证 一直学习中国舞 这就是我一直对舞蹈的一个坚持 好厉害 怎么办啊 我这个没有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建议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有些时候 他可能在他面对事情 我们觉得可能是很难受的 难过的 可能在他的回忆里 我觉得那个并不难受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 你小时候一点事情没遇到过吗 就是我小时候 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跳舞 然后就偶然间就是必须得跳舞 然后那段时间 我就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抗拒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那边学舞也特别快 就是我连动作没记住 他们框架都已经开始在摆自己的感觉了 我就很不可思议 我说你们怎么记这么快啊 太快了 我整个我跟他们学舞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还需要大家就是共同完成一个成品舞 但是我就听得一头雾水 我说走位怎么走啊 我说哎 然后他们就那逃了 你应该怎么走怎么走 我当时觉得哇 这是一个奥数题嘛 哈哈哈哈哈哈 听不懂啊 就很慌乱你知道吧 当时就很慌乱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讨厌跳舞 然后那时候我就我就觉得我特别自卑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上舞台很快乐 是高中的时候 不知道就是那种 徐训渐进的一个过程吧 就慢慢觉得哎 还蛮好玩的 长大了 大家想起来好像也 除了那个好久也没有啥 看见没有啥就是介意了 但我觉得林默是那种就是一直在坚持没有松懈过的 他一直在这个工作里面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压力 对 他觉得是开心的事情 好我说说我的 我那个时候在三亚上学 我去面试一个节目 因为是上学期间 其实除了自己生活费以外 如果不够我不敢多要 我要去打散工去 赚那个火车钱 然后呢从三亚到长沙的那个车 其实没有买卧铺嘛 坐那种两天一夜 然后就很难受的到那个地方以后 从早上9点钟到的 我停了报名表 我已经等到了晚上6点7点 在那个网场坐那等 但是最难过的是什么 我等到了晚上天黑了 10个人一组 10个人一组 到了那个房间里面 终于到我的时候 我说你好我是来自哪里哪里的 谁谁谁 我开始我来演唱我的歌曲 我就开口唱了两句 嗯 那个导演他就叮按一下铃 走吧你没过 我当时其实差点哭出来 我就忍着了 我就说老师 我因为我从海南过来坐了两天一夜火车 然后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为我就是认真的说的这个话 我会打动他 他给我说了一句 还有很多比你从更远的地方来的人 那也不容易 帮你走吧 啊 后来我看了全程 还有很多有名的当时的歌手 从那个节目里出来 其实那一届真的是大神云集 我估计导师们可能他们心里已经有述说 这个赛区我觉得已经有遇到很好的选手了 对我估计是心里这种感觉 而且现在你的水平也比那个时候要更强 那肯定 嗯 我后来回想起这个经历的时候 我就觉得 每次受到这种伤以后 心里就会有一点心态的改变 嗯 就觉得痛都痛过那一回了 这经历也过了 总有一点 说不上来哪蜕变了的感觉 因为你受过一个很痛的伤以后 你就不怕那个东西了 不大回事 对 我高中三年就是在冲刺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十二点睡觉 啊 我坚持了基本上一整年 其实我就是不算很能学的 我就是还是拼了 大家就是第一次考试就是模考七十分八十分 我第一次模拟考的时候我考 我考多少我考四十多分五十多分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你们怎么考那么高分的 你知道我入学的时候是全班倒数吗 但是我在走的时候是全校第一 哇 全校第一 你这是跟自己较劲的内卷之王啊你 对啊 内卷之王 太恐怖了 你想我今天晚上回去我还得复习 因为后天要考试了 还没复习完 那这样就是我们播出的这个时间呢 也是我们冬奥会的快开幕的日子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想要和我们的奥运健儿们 送上一些祝福 好 那我就希望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可以在赛场上 发挥自己的实力超常发挥 为我们国家争夺金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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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祝我们的奥运健儿们 就是放平心态 我觉得心态其实很重要 是的 放平心态 然后放平心态 放平心态 在在自己家门口 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底气 祝你们得到好成绩 好 然后希望这次就是所有人都突破自己的极限 但也要注意安全 然后我们就是能拿多少金牌就拿多少金牌 好 好的 我就希望奥运健儿们 我们的运动员老师们 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鞠哥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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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热血旅途 练风冲浪 干杯 来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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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 我是Nexo 我是现代新一代氢燃料电池车 本节目由引领全球氢燃料技术发展的现代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一起感受冬季运动的魅力 与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上知乎搜索热血浪 参与冰雪季原桌讨论 花分现金奖励 后有机会迎娶节目周边